未婚妻跟我说她要出差 我却在抖音同城上刷到 她在酒吧跟男人大跳贴面舞 配文 享受当下 自由美好 我顺手点了的赞 评论 还你自由 刚跟婚庆公司确定好现场布置细节 我长舒一口气 躺在沙发上刷视频 抖音同城给我推了一条酒吧里的疯狂热舞 视频里的女人穿着黑色高开茶改良气袍 赤着脚跟一个男人大跳贴面舞 举止轻浮 动作撩人 台下一片叫好 我阴沉着脸 视频中的女人是我未婚妻柳如烟 跟她一起跳舞的是她发小陈鹏 柳如烟昨天跟我说她要出差 我亲自送她去车站 结果今晚她就在酒吧里嗨皮了 还配文 享受当下 自由美好 神他们自由 既然想自由 那好 我成全她 我给她点了个赞 评论 成全你 给你自由 随后跟婚庆公司打招呼取消婚礼 随后给酒店那边打电话 定计我不要了 这个婚 谁爱结谁去解 躺在床上 我的脑海中犹如过山车一般 柳如烟跟我认识不久 就带我去见她的朋友 着重介绍陈鹏 这是我发小陈鹏 我俩从小一起长大 陈鹏当时眉眼微微吓沉 纪伯答 你以后要是敢对不起柳如烟 我不会放过你 她亮亮拳头 我看着她戏狗一样的身材 心里不齿 嘴上硬喝 我跟柳如烟在一起 是奔着结婚去的 可不是玩玩儿 只是没想到 柳如烟想要玩玩 平时也就算了 离结婚还有一个月 她居然玩得这么大 这家酒吧是新开业的 开业前一个月都在预热 请了不少网红宣传 今天一开业就引起全程轰动 更别说柳如烟这场热舞 直接将酒吧送上头条 我的评论恐怕柳如烟还没来得及看 但是婚庆公司跟酒店 还有新娘跟庄肯定给她打电话了 当天凌晨 我在睡梦中被一阵锅噪声吵醒 大门被敲得框框响 我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哦 我把柳如烟的指纹删了 她进不来 纪伯达 你给我出来 我打开门 就看见农庄业母的柳如烟 气急败坏吼道 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取消婚礼 我号整以侠看着她 出差回来了 你的行柳呢 她顿时一正 随后反应过来 我行柳在酒店呢 纪伯达 你别跟我打岔 说清楚 为什么取消婚礼 我都收到化妆师的微信了 你到底发什么疯 她身边跟来的陈鹏满脸稀落 还能为什么 她后悔了呗 我早跟你说了 这小子不靠谱 就是缠你的身子 我看着陈鹏拱火的样子 忍不住失笑 柳如烟 你信她还是信我 什么意思 意思是 我改变主意了 现在的酒店太漏 配不上你 我们重新换 说完我一把将她拉进来 把陈鹏关在门外 我扬声喊道 我们两口子的事 就不用万人插手了柳如烟 你不是想要自由 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让你彻底自由 柳如烟看我如此 总算是输了一口气 不过对我跟陈鹏的态度 还是有些不满 纪伯达给点面子 她是我发小 见我脸色暗沉 柳如烟拍拍我的脸 好了好了 我什么都不说了 按照你说的去做行了吧 不过今后遇见陈鹏 你可不要再跟她吵架了 伤了和气 我点点头忍着恶心 在她的脸上亲了一下 放心好了 我会对她很客气的 我压抑着体内的怒气 看着柳如烟那张面容焦好的脸 想到之前陈鹏跟她的亲密动作 顿时为了一阵作呕 赶紧洗洗去 我推开她 柳如烟扭着屁股转身去了卫生间 我看着她的背影冷冷一笑 转头跟哥们说了一句 让她帮我在本市最好的饭店订了一个包厢 时间就在一个月之后 哥们一听我居然还要举行婚礼 顿时愣住了 她当时给我发了一条语音 我说纪伯达 你是找不到女人了吗 你压脑子被门挤了 还是她给你下了鼓 我不禁失笑 看了一眼浴室方向 转头进了房间 你放心好了 我这不是要给她一个难忘的婚礼吗 让她知道得罪了我 会后悔一辈子 哥们的语音很快就来了 我明白了 你放心好了 回头我一定帮你 包括四亿婚情 我也帮你全部都准备好 要闹咱就闹个大的 哥们当然知道我的脾气 我平时都是很好说话的 但是如果触及我的底线 那我是绝对不会放过 更何况柳如烟 这已经是踩着我的脸 给我戴绿帽子了 我要是在不顺杆子往上爬 给她一个教训 回头她还真以为自己是个香波波 我非她不可能 我删了语音 柳如烟洗了澡出来了 看见我在房间 她勾着手指头 冲我抛了的媚眼 我差点就吐了 她凑到了我的身边 说 是不是想我了 这么在意我 看到我和人在酒吧 你就不高兴了 现在不能打草惊蛇 我点点头承认了 是 我可不想让人占了便宜 更不想让人家指着我笑话 所以你们以后 可千万不能这样了 你放心好了 我绝对不会给你丢脸的 柳如烟故作深情 我知道她只是敷衍我 果不其然 趁着我不注意的功夫 她拿着手机 靠在了沙发上 我去了书房 她的电脑微信自动上线 柳如烟一边看剧 一边找陈鹏聊天 根本没发现我在亏评 鹏鹏 我说你们家醋坛子 还在生气呢 柳如烟 生个屁 我就稍微哄了哄 她就气消了 还重新给我找了一家 最豪华的酒店 鹏鹏 是吗 那明晚出来玩 米色酒吧开业 好多帅哥 柳如烟 过两天 等她气消了我再出去 陈鹏发了的定位给她 我看了一眼 所谓的米色酒吧 是本城最大的酒吧 男女混杂 多次上本城的热搜 都说里面的人玩得很开 柳如烟还真不把我的话 放在心上 既然想到了要去玩 我就成全她 我把这些记录 全部给了哥们 让她去查清楚 再找人去跟踪 哥们动作很快 订好包厢给我回复 一切搞定 我转给柳如烟 亲爱的 我已经在一顿酒店 订了位置了 到时候 你跟你们家那边的人 说一声 请柬什么的就由我来搞定 把你家的客人 全部都请过来 好 亲爱的 谢谢你 她侧过来亲了我一下 顺势要跟我亲热 我去拍拍她的脸 今天挺累的 休息吧 柳如烟顿时显出一抹失落 但是也没多说什么 第四天的时候 柳如烟打电话跟我说 她晚上要加班 哥们那边的眼线告诉我 柳如烟换了衣服 去了米色酒吧 看到她发来的照片时 我不由得眼神会暗下去 柳如烟上半身 紧穿一件小果胸 堪堪遮住胸部 底下穿着小短裤 脚上蹬着十公分的高跟鞋 化着烟熏装 这样的柳如烟 活脱脱一个风尘俗气的女人 穿成这样去酒吧 这是等着让人解释 我给哥们转了一万块钱 让她盯紧着点 半个小时之后 看着前方不断发来的视频 还有各种照片 我心里冷笑 这种烂货谁愿意要谁要 反正我是不要了 将所有的资料 全部打包记录下来 我等着给柳如烟送一份大礼 而陈鹏还恬不知耻 在微博上全程转发 米色酒吧开业 朋友成了全场最佳 谁懂啊 拥有一个身材相貌 都是鸡品的发小 是多么快乐 评论区一片骚话 都在调侃陈鹏怎么不追 陈鹏反问 哥们还用得着追 早就不清白了 怕网友不信 还放出一张艳照 看日期正式跳天面舞那天 两人居然还去了酒店开访 评论区 溢水的肥水不留外人田 我吃笑一声 小号留言 不是说他要结婚了 那男的不知道 陈鹏大言不惭 舔狗一个 就算知道了也不敢怎么样 评论区各种垃圾排队求教程 陈鹏填不知耻 开始传授 我没看下去 全部截图保存 柳如烟当天晚上 一直玩到了凌晨一点才回来 虽说已经换了衣服 但是仔细闻 还是能闻到身上的烟味 以及酒气的味道 我假装睡着 身边很快就陷了下去 随后一只柔弱无骨的手 搂住了我的肩膀 我顿时觉得一阵恶性 翻了个身 不动声色将他的手挥开 柳如烟愣了一下 又看着我真的睡着了 这才起身出去 家里早就已经装了监控 360度无死角 我悄悄打开手机 戴上耳机 只见柳如烟进了书房 给陈鹏打电话 今天晚上玩得可真尽兴 不过你给我介绍的小哥哥 都没有你来劲 两个人说的话 那叫一个劲爆 我直接全部录了下来 等他收拾好了 沉沉睡去 我打开他的手机 输入密码 居然还用到我们两个的 爱情纪念日 这可真是讽刺 等到调出他和陈鹏的聊天记录 以及转账记录之后 我心里却记不起一点怒气 好像多年感情 刹那间全都消散了 眼下我就是个 毫无感情的截图机器人 做完了所有的一切 这才悄悄将手机放了回去 很快一个月就过去了 这一天一大早 柳如烟就催我早点过来 我一边敷衍 一边着手安排 我们家这边的亲戚 一个都没来 私下里我都打了招呼 告诉他们婚礼取消了 柳如烟这边一切照旧 他家不是本地的 客人来了之后 直接入住酒店 他自己也从酒店出嫁 等到了时间 哥们示意肆意上台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是柳如烟女士的大喜日子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有请各位来宾观看 柳如烟女士的精彩视频 话音刚落 全场音响炸开了 全都是柳如烟跟陈鹏 那些不堪入目的动作声音 柳如烟顿顿时脸色苍白 尖叫起来 关掉 关掉 不许看了 陈鹏更是气得脸色涨红 上去叫关店员 被我的人直接按在地上 紧跟着我这才出现 拿着话筒对他说 柳如烟 这个惊喜你喜欢吗 紧跟着我又打了的响指 哥们立马安排人 将所有的聊天记录 都散给了现场的来宾 看见柳如烟私底下玩得这么花 甚至跟陈鹏骚话不断 他们顿时叹为观止 柳如烟惊惊慌失措 连忙跑了下去 不要看 不许看 这都是假的 这都是假的 纪伯达 为什么要这样毁了我 我从来没有见过柳如烟 这样着急过 只是站在一旁淡定一笑 直到他冲了上来 要抬手打我 我却掐住了他的手腕 将他狠狠地摔到了地上 柳如烟 你敢说这些都是假的 我掏出手机 掉出当晚的监控 投放在大屏幕上 看见画面中柳如烟 肆无忌惮在电话里 跟陈鹏讨论他们 当天晚上的盛况 还有两人的体验 柳如烟顿时哭着求我 别放了 别放了 赶快关掉关掉呀 如他所愿 关掉了屏幕 四下里一片哗然 老柳家的女儿这么放荡 真是看不出来 看着挺乖的一个姑娘家 玩得这么花 要我是男方 我肯定也不要他 作孽啊 都要结婚了还想自由 看着就不像是个老实的 幸亏发现了 不然绿帽子一戴 都成乌龟王罢了 周围一片奚落 来的都是柳如烟家的亲朋 他们的议论 让柳如烟无地自容 他抱着胳膊哭泣 柳如烟爸更是气急 上去就是一巴掌 见人 丢人现眼 你还好意思哭 我们家怎么出了 你这个不要脸的 柳如烟被打得趴在地上 看着我目自欲裂 季伯打 毁了我你开心了 我挑挑眉头 确实开心 我拿着话筒高声道 既然你们狼情惬意 今天这个会场 就免费送给你们了 叔叔阿姨 对不起 我福伯 受不起这样的女人 柳如烟 我还给你们了 我又看着柳如烟 记得归还彩礼 还有我给你花的所有钱 不然 咱们法庭见 说完我直接离开 柳如烟急了 连忙冲了上来 纪伯达我错了 求你不要这样对我 陈鹏也过来了 一把拉着柳如烟 早说了他不靠谱 他不要你 我娶你 柳如烟他妈顿时火冒三丈 上来就是一通乱抓 凭你也配 你家什么条件 能跟纪伯达相比 做你的春秋大梦 勾搭我女儿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 陈鹏被他抓得满脸血痕 陈家父母也来了 见状两边顿时打了起来 今天是柳如烟主场 来的都是他家的亲朋好友 就算柳如烟 做了见不得光的事情 到底是自家的孩子 陈家父母上阵 柳家的人也不甘示弱 一时间陈鹏一家三口 被按在地上打 我退了出去 看着柳如烟冷笑 婊子配狗天长地久 柳如烟看我的眼神脆了毒 他想冲上来 却被陈妈抓住了头发 你这个臭婊子 你害了我儿子 就你这样的 我们家才不愿意娶你呢 现场乱成一团 我耸耸间直接走出酒店 至于后面如何我不知道 还是哥们在酒店的朋友 给我发来视频 画面里 两家人打得天翻地覆 警察都来了 得知前因后果 他们也觉得不可思议 正要带他们离开时 却被人拦了下来 叫他们付钱才能走 酒店里都是我用柳如烟的名义去订的 酒席三千一桌 一共二十八桌 酒水另算 现在想走可以 付了钱再说 柳如烟父母自然不乐意 今天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更别说自家女儿成了话题女主 他们赌气不出钱 柳如烟哭哭啼啼给我打电话 我早就已经把她拉黑了 听朋友说 柳如烟最后还是刷了信用卡付钱 后续到派出所怎么处理 我不得而知 总之酒店里的一幕让我解气 隔了一个小时 柳如烟换了号码给我打电话 既搏打你这个畜生 你会糟天钱的 我直接挂断了 糟天钱 我又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只是让他们尝尝红的滋味 这就受不了了 我摇摇头 把家里的东西清理一遍 她用过的碰过的 我一样都不要 还给自己洗了三遍 我怕脏 做完这一切 我神清气爽 坐在沙发上刷微博 又看见陈鹏狗叫 发小被人给踹了 我真是心疼她 没想到这畜生真不是玩意儿 婚礼现场被踹 你知道她有多痛 我笑了起来 在微博上转发了她这句话 顺便贴上了视频 知道痛你就多疼疼她 渣男贱女 你俩就凑一对 出来祸害人干什么 我把这视频一发 顿时引发网友热议 陈鹏见识不妙 赶紧把那条微博给删了 但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早在陈鹏发这些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关注她 她在微博上发了不少 跟柳如烟的日常 不明就里的人 还以为她俩青梅竹马 感情好到可以修成正果 没有想到啊 她是个小三 专门勾打 而柳如烟也是渣女 摇摆不定 追求自由 还要恋爱做什么 现在东窗事发 直接被挂在网上 家底都被扒出来了 陈鹏更是被人翻出以往的言论 瞬间红了 话说 她能够上同城热搜 我也在背后出了一把力 哥们他们更是直接 直接曝光酒店视频 现场的大屏幕一点都不糊 甚至还有网友询问我 用了什么牌子的监控 这么清晰 柳如烟当了缩头乌龟不敢出来 陈鹏被人人喊打 这次曝光之后 陈鹏不敢露面 倒是有胆子骂我 他一个劲的发信息辱骂 热夜不停地换了小号过来轰炸 我直接报了警 等到达警局的时候 陈鹏看着我就要上来挥拳头 他红着眼睛的样子实在是恐怖 我立马躲在警察叔叔的背后 你看他做错了事还想打我 多嚣张 陈鹏怒了 纪伯达 你是不是男人 用这种下作手段 我下作 这不是跟你学的 你第三者插足还有理了 警察叔叔 你看他还想动手 助手 老实点 警察直接警告了他 并言明下次再这样的话就要拘留 陈鹏咬牙切齿地看着我 纪伯达你够狠 你给我等着 我吃笑一声 到了这里还威胁我 你该给我道歉的 不道歉也可以 骚扰威胁 再加上辱骂污蔑这些 足够你在里头喝一壶 警察也点点头 陈鹏终于怂了 乖乖跟我道歉并表示以后不会再犯 我知道 他不可能不骂 只是我偏要报警让他明白 我不会让他好过 出了门 陈鹏狠狠瞪我一眼 你小子 做事不留余地 不怕报应 我怂怂间 跟你比起来我还不够狠 像你这么臭不要脸的 我还真没见过 再有下次的话 就不是报警警告这么简单了 我能让你红遍全程 也能让你当上网红 不知道是不是我这句话给了他奇异 陈鹏居然还真的当上了网红 开了直播 公开跟我叫板 甚至跟网友们聊起天来 我真是佩服他的厚脸皮 而过了一周之后 柳如烟没有还钱 我打了电话给他 听见我的声音 柳如烟顿时哭哭啼啼 纪博打 我跟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非要跟我算得这么清楚吗 这什么逻辑 好像受委屈的是他 柳如烟 你是不是觉得我脾气好 所以蹬鼻子上脸了 不退钱等着吃官司 还有 你所有的东西 我都打包扔垃圾桶了 自己去捡 他顿势火大 纪博打 你耍我 你让我丢尽了脸 现在还想让我退钱 没门 有本事你就告我 反正我没钱 看样子他是想耍无赖了 不过不着急 这么多年 我每次转账 包括给彩礼都是有记录的 想要当老赖也可以 但我已经把他的后路都给抄了 因为婚前不轨的事情 他早就已经在这座城市没了脸面 但他的工作还在 老家那边我也派人去做了一次宣传 还给柳如烟爸妈 快递一份他的精彩视频 收到起诉状的时候 柳如烟气急败坏 发信心骂我 记不打 你就这么小气 我也跟你睡了这么多次 这二十万抵了不行吗 我看见这些的时候 简直不敢相信 这都什么年代了 居然还有女人物质化自己 我不由得吃笑 柳如烟 你相亲了吗 你跟我在一块的时候 同时还跟那小子勾搭在一块 现在说什么都迟了 我给你的 你要统统给我吐出来 一想到他和陈鹏 在背后做的那些事 我就觉得恶心 还有一些重磅炸弹 我都没放出来 但是现在也不想跟他掰扯 谈了两年花了三十万 要是不还 我不介意再让他射死 柳如烟没回复 就在我准备好了材料 联系律师加快进程时 陈鹏却主动给我打来电话 小子 撤诉 这钱我还 听见他这样说 我不由得一振 你 你哪来的钱 你甭管 总之我把钱打给你 你尽管撤诉就是了 怀着好奇心 我把账号给了他 不过 半个小时三十万就打过来了 柳如烟随后打来电话 纪博答 我就知道你靠不住 你小子这辈子都发不了财 还不如人家陈鹏大气 我不由得长输一口气 那就助你们所死 我挂了电话 直接在了朋友圈上 公布恢复单身 讨回公道 哥们给我打来电话 纪博答 哥们给你出了一口气 你打算怎么谢我 什么意思 出来再说这些天 多亏了哥们帮忙 正好要谢他 于是约了他一起出来 喝酒露串 大排档里 哥们端着啤酒一饮而尽 露了一口大妖子 这才笑着对我说 这事倒也巧 我跟你说 我有个朋友就在传媒公司 恰好他们在招人 陈鹏不是想当网红吗 我就让朋友签了 他还给他带货 文言我震惊了 你说什么 哥们不以为然 商家给了他三十万 他一分不少全部都给你了 这家伙倒是个痴情种子 我拍了一下哥们 这还给他整圆满了 这算出口气 你没事吧 我有点无语 哥们笑呵呵说 你别急啊 你听我说 他那样的属于人渣 怎么可能会有商家找到他带货 就算有 也玩不成业绩 那钱得退出来的 到时候偷机不成十八米 我早就给他下好套了 这帮人压根就不知道 这行业是怎么玩的 只顾着一个劲的栽进来 现在你知道了吧 听见他这么说 顿时我笑了起来 之前我跟柳如烟的事情 闹成那样 柳家和陈鹏还打起来了 我本以为 他们两个不可能在一块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自从知道他帮柳如烟 还了三十万以后 柳家的态度也松了 再加上哥们在背后推波助澜 一下子把陈鹏给推上去了 陈鹏还以为自己得到了公司赏识 成为网红指日可待 别说三十万 就是三百万多有可能 我十分感谢哥们帮我 让陈鹏还有柳如烟迅速升温 我俩互相敬了一杯 哥们拍拍我的肩膀 摆脱了这个女人以后 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你且看着 今后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我点点头 跟哥们喝得醉醺醺的回去 过了两天 柳如烟给我发了信息 说是邀请我参加他跟陈鹏的婚礼 我笑笑 下次吧 下次你结婚我一定去 我他们有钱不会买两个大肘子 非得给他送钱啊 但是我又忍不住想要看一看 还是好哥们给我发来的视频 一周后 柳如烟跟陈鹏在一顿酒店举行婚礼 因为上次闹得那么大 他们两个一出现就被认出来了 服务员看见他们两人的时候 都叹为观止 没想到这两个还真成正果了 看到现场柳如烟满脸幸福 因为在陈鹏的怀里 我在一旁刺个大牙 那叫一个乐 看规模 陈鹏这次下了血本了 什么都要最好的 不知道是不是公司给他下套了 让他有种错觉 以为自己很红 花起钱来 那叫一个大方 陈鹏还甜不知耻 在微博上更新了他的最新动态 爆得美人归 总算是修成正果了 配上他跟柳如烟的结婚照 网友们看见了以后 都不由得震惊不已 好家伙 你这是破罐子破摔了 你俩名声都臭了 所死千万别出来祸害人 走黑红路线啊 小子绕路了 早在一起也不至于这么丢人 是不是觉得自己是真爱了 都给我看乐了 这些网友的嘴真毒 骂人不带脏字 把这两人说得一文不值 我也看得笑话 陈鹏跟柳如烟花了不少钱 先是筹办婚礼 然后又去度蜜月 网红景点 五星级酒店跑了的遍 回来以后就开始直播 头一场直播 朋友给他们买了水军 一进去就有五万人在线 陈鹏兴奋不已 刚开口介绍 就遭到了网友的谩骂 满屏都是渣男见人 硬生生把他骂得脸多绿了 产品一件都没卖出去 还被网友骂 陈鹏破房了 当时就在直播间里骂娘 我看了以后笑了起来 立马买了一单 给他刷屏 给你开个章 免得太难看陈鹏见状 顿时气急败坏 立马给我发信息 纪伯答 是不是你搞的鬼 我没搭理他 他又在直播间说了一句 纪伯答 你什么意思 来看笑话的是吧 我立马刷屏 是 我就是来看笑话的 没想到你事业心还挺重 不过你放心 很快就会失业 对此网友们纷纷刷屏排队 对 很快就会失业 对 很快就会失业 对 很快就会失业 陈鹏气得破口大骂 我反手就是一个退款 唯一的一单也没了 他也因为骂人直播间被封 据说 陈鹏气得在办公室里面 摔摔打打 同时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 他不死心 还拉着柳如烟 在直播间跳擦边舞 又一次被封号了 这次账号是彻底没法用 还连累了商家被警告 柳如烟傻眼了 没想到陈鹏这么快就翻车了 而且还要赔高额的违约金 柳如烟不干了 再次接到柳如烟电话的时候 是一个星期之后 他特意打扮一番 出现在我公司楼下 看见他的时候 我下意识后退 纪伯达 可惜他先一步看见我 立马冲我跑过来 纪伯达 我们两个好好谈谈行了 公司楼下人来人往的 我也不愿意跟他在这里拉拉扯扯 于是只好同意 说 到底有什么事 我还赶着要上班呢 我选了一家带监控的咖啡厅 刚坐下 柳如烟立马红了眼睛 纪伯达我后悔了 我不应该受他蛊惑放弃了你 我们能不能和好 你没病吧 我顿时惊呆了 你都结婚了 当初我不是没给过你机会 是你一而再再而三挑战我的底线 柳如烟忙到 我可以离婚 真的 我叹了一口气 来不及了 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 柳如烟 我们已经彻底分了 你现在后悔了 合着我是冤大头吗 我又不是垃圾桶 柳如烟的脸轻一阵白一阵的 两久才哭着说道 纪伯达求求你了 我跟他过不下去了 他现在逼着我出去上班 要我一个人打三份工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他抓住我的手跪了下来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求求你 求你了 我会跟你好好过的 我深吸一口气正开了他 柳如烟 别碰我 我嫌脏 听见我这样说 他顿时愣住了 我一把正开他 从你背叛我的时候 就应该猜到我纪伯达是脾气好 但不是没有脾气的人 我这个人黑白分明 11 22 我沉生道 自从跟你在一起以后 我跟异性从来都不会有过分的举动 反倒是你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长出一口气 不过现在都不重要了 柳如烟眼泪汪汪正要解释 我白白手 什么都不要说了 我不想听你解释 也不想听你废话 为自己找任何不救 我只相信我自己 我们结束了 说完我转身离开 柳如烟撕心裂肺在我背后喊叫着 我充耳不闻 我又不是垃圾桶 什么垃圾都要回收 一次不忠 百次不用 不知道是不是柳如烟见我的消息 被陈鹏知道了 他在微博上发了一句 女人都是拜高踩低的 知道我没钱了 就想离开我 晚了 老子费了那么大力气 才和你在一起 现在想要把我甩了 你做梦 隔着屏幕 我都能感受到他的力气 忍不住紧促眉头 还是小心点好 柳如烟数次换号码 给我打电话 请求我的原谅 甚至还跑到我家门口 我闭门不见 甚至为了躲他 还搬了家换了号码 不想他居然神通广大 找到我的新家 再次发现 他给我送花鞋卡片 求原谅时 我忍不住给陈鹏打了电话 让他过来 把自己的女人带走 陈鹏来了 看见柳如烟在我家楼下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立马揪着他不放 贱人 你是不是还喜欢他 既然当初那么喜欢 你怎么勾住我不放 陈鹏高高举起了手 扇过去 柳如烟顿时脸上红肿起来 他破罐子破摔 冲着陈鹏喊道 对 我就是喜欢他 我就想跟他在一起 明明是你自己没用 凭什么要怨我 我只是想过好日子 我有错吗 当初不是你勾引 我早就已经结婚了 还要受你这个气 两人撕打在一起 愤怒之下 陈鹏抽出了一把匕首 捅进了柳如烟的肚子里 小区里看热闹的人 一下子坐鸟受散 我看着楼下的血 立马报警 这家伙杀红眼 抬头看着我疯狂地大笑起来 拿起了匕首 又在柳如烟身上 狠狠出了几刀 我猛了 立马退后 吓得一身冷汗 这个疯子 警察来时 陈鹏没走 看着救护车把柳如烟带走 他狂笑不止 死了都是我家的 纪伯打 你输了 这傻子 谁家的谁带走 谁稀罕啊 陈鹏因爱成恨 捅伤柳如烟 幸好救护车来得及时 人没死 不过这辈子 只能挂着尿袋生活 柳如烟家人得知这一切 让他赔偿 陈鹏欠了一屁股债 和柳如烟办婚礼 刷的都是信用卡 两人财务完全崩盘 都是网贷套现度日 哪里还有钱 最终陈鹏被判入狱服刑 而柳如烟父母 见没了指望 又把主意打到我头上来 恰好公司有个外派的名额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接受 远离这家十新风 等到柳如烟他们 再次过来找我的时候 房子已经被转卖了 他找不到我 只能崩溃大哭 甚至网上卖惨 被网友认出来 直接骂到注销账号 哥们给我发信息 提醒我时 我却淡淡一笑 随他去哭 反正我跟他已经没关系了 柳如烟还想改换平台直播 只是刚一露面就被举报 公司也将他开除 万般无奈 只能销声匿迹 我去了外地之后 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 半年以后 项目顺利打开缺口 我也在此过程中 遇到了跟我相守一生的女孩 官宣那天 我跟女友拍了一条短视频 几个哥们纷纷调侃我 评论区多了一条阴阳怪气的留言 现在过得很好吧 没有前任的调教 哪有现任成良 我觉得这人有病 点开他的那页一看 居然是柳如烟 我毫不犹豫把他拉黑 跑我这里来刷存在感 真恶心 我跟女友虽说才认识半年 但是我们两个灵魂契合三观一致 官宣这天看见柳如烟头像还挺晦气 一年之后我和女友步入婚姻殿堂 哥们特意过来给我当伴郎 远远的我看见路边上一个女人 拖着尿袋缓缓前行 在看见我后她愣了一下 目不转睛看着我 眼眶泛红 嘴唇吸动 老婆问我 看什么这么出神 我在她的脸颊上清了一下 没什么 一个简破烂的 我们两人相视一笑 再回头 那个身影快速离开 未来我的生活不会再有那种垃圾 想要自由 我给你 但自由跟真情想要兼得 不可太贪心 全文完 我给你